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疯了 你脑子被驴踢了 陆基明死 这两个字我都说不出口 你知道吗 他还吵我吼 说我没脑子 说我这不行那不行的 说我一事无成 反正我在他眼里 哪哪都不对 你少喝点 你说我是不是瞎了眼 他这么讨厌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其实他也不是一点优点都没有 还有什么优点啊 你说说 说不出来了吧 我想想啊 他长得挺不正的 个儿挺不高的 我觉得他其实还挺有原则的 就比如砍掉渊源地产这件事情 他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我知道 他做短吗 上学的时候就这样 对了 如果口是心非有等级的话 他一定是顶级选手 他那个嘴比刀尖还扎人 但其实他心软的就像一摊热豆腐 而且他又狂又老板病 他那个鼻孔不抬到地平面 两米八以上的位子 他都活不了 但是吧 他狂呢 也有狂的资本 他是有真本事啊 我给他做了三年的老妈子 我没少从他身上学到东西 总之 细品一下 这个人 也算是个好人 你一口气收入这么多优点 你不会喜欢他吧 我疯了 我疯了 我脑子被驴踢了 我喜欢他 也是 宁萌 对不起啊 我之前那么针对你 其实我以为明明他对你 我以为他对你有那方面的 那方面 你疯了 你脑子被驴踢了 陆吉明死 这两个字我都说不出口 你真的对我不太友好 我对不起 我自罚一杯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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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 从今天开始 你 柠檬 就是我 许思田的甜蜜 来 干 好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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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地上 你还听吗 我去 我去 进来 进来 我 把我开门已经了 来 来来来 牛奶 痛难 别吐啊 你不如马上到家了啊 得跟你给我打电话 要不然她喝成这样 连家都找不着 我也得让曾总体验体验 大半夜送醉鬼回家的思维 那个 我说到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也没怎么喝 离得也不远 我一会儿走路回去就好了 那行吧 赶天见啊 好 拜拜 慢点啊 走了 拜拜 那 能不能拒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